早安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 今天呢就是要拍一支 一天不带手机 还是用Apple Watch Series 5 过一天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愿意拍这一集 因为我是一个肌不离手的人 啊 都很痛啊 出发吧 出发 OK 今天第一站就是要去运动了 其实我是遇到朋友来了 他人他没有搭 我现在call他一下 Hello Hello 叫你哦 我来坐了 我出门了 哇 不是讲了 9点在那边等咩 到了啊 快点啊 那个门口等啊 嗯 拜拜 可以打电话咯 就知道我没有带手机也可以打电话 大家觉得那个质量怎样 我是觉得声音不错啊 起码我听得清楚啊 好啦 这样我们现在就下车去等他 看了几点吧 好啦 现在很明显呢就可以看到是LTE的状态 原因呢就是我用了这个DG的AirSIM配套 每个月只要10块钱 DG用户的话就free投6个月 DG是全马第一个推出这个配套的投票 意思就是说就算你没有WiFi或者是你手机 直接留在家里面也好 你的Watch还是可以独立运作 可以SMS啦 可以打电话 可以上网 而且这个Watch还是跟你的手机 用着同一个Data跟同一个号码 你不用另外去买号码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方便啦 尤其是运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用带手机 你还是一样可以接到电话哦 好 我来了 他来了 来了 来了 迟到 欸 帮我拿一下 拍我拍我拍我 现在我要给我们两个人set一个目标 就是Outdoor Walk set calories 今天要消耗的cal是200 拜拜 OK 走 OK 走 喂 走啊 你也是要啊 我不要 拜拜 好叻 拿行李不用跑啊 你看人家的试图 OK 我们成功了 OK 我们刚才基本上我是 心跳维持在102 看到没有 嘴上说不要 但是身体还是跑了216耶 OK 我们现在准备回office了 先看一看你老板有没有在锁先 I'm on the way OK 走 OK 走 你要小心右边的 多一个圈子 好啦 现在到公司了 要准备上班了 不要跟人聊了 认真 那因为今天是我来月经的第三天 然后我walk有一个功能是可以 提醒我跟追踪我的那种月经周期的 记录你几次来月经咯 下一次下一个月 差不过靠近的时候 他就会提醒你咯 OK 是时候吃午餐了 现在我要去叫我同事们吃午餐了 吃午餐咯 吃午餐 今天吃午餐了 你要吃哪个哦 这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我也不懂得黄黄的 那这个打这个 没有吃过 然后要这个咖喱的罩 罩啊 一点点啊 放上面啊 OK 中期最辣的是这个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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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是ok的,没有很少可以 而已吃饱了嘛,算钱啦,干水给啦 我给,我给的 然后刚才有叫cropboard的 确确啊,大家确美啊 2块是一个人,然后你要给我12块9 12块9 阿西那个语音味全部人欠我 阿六,阿六欠我 12块9 Kian欠我12块半 Hillary欠我12块4 我已经记下来了 吃完午餐啦,然后我们现在要回office继续上班 醉醉 天花香 哈喽 你昨天要拍的片子拉扎 星期三 诶,你那个东西做完了没有 还没有我当时做 你记得要放买那个logo上去啊 因为每次没有放到 ok,拜拜 你大声一下咧我觉得 ok,现在我刚刚收到了message 这边就叫大家怎样回复friend的message 其实就算没有手机还是可以用手表reply的 就是一个是讲话不然就是手写 不然就是放emoji 我们从讲话开始 inside google drive 发送 那如果不要这个方式的话呢 就是手写 好啦,放工了,来说一说我今天脱离了手机之后 只是用apple watch过一天的感想 总结来讲呢,我觉得其实还蛮顺利的咧 就是没有那种脱离手机症候群 原因我觉得应该就是我用了这个air sim的功能啦 有啦,这个功能之后呢 就算你的手机不在身边都可以照样打电话 可以上网 而且你又不用另外开一个号码是蛮方便的啦 那如果你是iPhone用户 刚好你有apple watch的话 我是强烈推荐DG这个配套 因为我觉得很方便一下 而且如果你本身就是DG用户的话 头六个月是免费申请的 申请了之后 你只要在家里面就可以activate了 所以你不用特地去到DG Store 很容易的 好啦,今天的apple watch一天大挑战结束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成功 好啦,我是可恩,下次再见,拜拜!